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講完這個煞蛋之後呢 我們來講這個三小獎的部分 第一階段的另外三隻小獎 希拉、薩斯姆跟柏硬 那希拉的話他水妖嘛 然後隊長技能呢有更動 原本是這個倍率只有4.25倍 然後提升到5倍 然後另外生命回復原本是沒有加成的 那他現在就是變成加成1.5倍這樣子 然後再來把每個成員自身回復力的2倍 各自加入自身攻擊 那原本的話是1.75倍啦 然後提升到2倍 反正整體來說就是這個 攻擊、回復、上升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看到他的這個 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的話就是把三顆福祉轉成水妖精 強化 水妖精福祉這樣子 然後會先轉火所以不會把星轉掉 那主要是因為他這個技能 就是要同時消水星的話呢 會減傷這個65%啦 所以他才是先轉火這樣子 然後另外水妖 水屬性跟妖精攻擊力1.5倍 就是水屬性也有吃的到 妖精也吃的到這樣子 然後CD蠻短的這樣 那他的這隊的話主要是要玩水妖隊啦 因為他的這個 隊長技能就是說 隊伍中只有水妖成員嘛 不過我覺得這一隊 應該也是算偏娛樂一點啦 因為 如果說全隊都組水妖的話 其實牛棚有點少 不過水妖已經算是妖精牛棚已經算多了啦 不過Mayhead好像就是想把這個水 往水妖發展齁 就像光往光人發展這樣子的感覺啦 然後這個等實戰之後出來再知道齁 因為現在的話就是只知道他就是倍率提升 然後多一點回復力這樣子 不過玩起來可能會蠻暴力的這樣 然後另外這個主動技的部分呢 這個減傷從60%提升到65% 另外原本是沒有提升這個增傷的 他現在就是多了一個增傷的效果 這樣子多蠻多效果的啦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這個薩斯姆 我們三隻小獎一起講齁 薩斯姆的話 他魔族生命力1.5倍 墮天印記 隊伍中只有魔族成員時可以觸發 這個好像跟原本一樣啊 都是1.5倍齁 就沒有改變 只是他的主動技齁有更動啦 主動技的話就是從攻擊回復1.6倍 而1.5倍提升到1.6倍這樣子 我確認一下 對攻擊原本是1.5倍 然後回復也是1.5 然後稍微提升一點點 然後這個CD也沒變齁 然後只是多了一個這個身旁的成員 如果是都是墓屬性成員的話 該成員攻擊力額外提升1.5倍 不過目前我覺得沒有適合的啦 可能就鐵散吧 可是就沒有適合的這個比較強的隊長 可以使用到他 所以目前他的功用應該還是拿來 提升這個秦皇的血量這樣子啊 那他一樣會有墮天印記 不過墮天印記的話就是要以他當這個隊長 當戰友才有啊 所以這個就看看就好 或者是像那個煞蛋喔 煞蛋這個放他在裡面的話可以 會減CD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看薄翼這張卡 薄翼的話 他是自身生命力扣至1 但是他在這個解放前 他是自身生命力扣一半 然後對敵方全體造成這個 所扣除生命力50倍等值的光主性傷害 反正就是一個職傷就是變更高一點這樣子啦 不過他這個職傷附帶的效果 可能就是武士防禦力跟強化盾這樣 原本的話就是沒有這些特殊效果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效果可能也還好 可能就拿來解一些隱身盾吧 那技能CD的話 就CD7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太大的重點 我覺得比較有看頭的應該 好像都還好 可能就希拉吧 當隊長可以期待一下 可能會蠻好玩的這樣 然後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小獎的技能介紹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喔 掰掰